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讲这个 这里面的疑似疑法的疑就是依靠 依靠就是依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了 依靠就是相信 可以相信可以依靠 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可以依靠的 什么是不可以相信不能依靠 就是讲这个 这识意法呢 很多这个宪宗的经典里面讲了 很多宪宗的经典里面讲 讲的有些地方就是 就提了一下这个识意法的名字 有些佛经里面讲的很广 讲的非常广 经典里面也是这样子 然后论典当中 也很多论典当中也讲 这个识意法 因为这个四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佛经里面经常我们会发现一些 佛经里面有一些佛第一专法轮和第二专法轮 第二专法轮跟第三专法轮 它在内容上面有所不同 甚至有些矛盾的地方 冲突的地方 这样子都有 那这些内容我们怎么样去理解 怎么样去驱舍 佛的先前将的跟后将的内容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话我们到底依靠那一个 不依靠那一个在这个当中 怎么样去取舍等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四仪法 那四仪法那四个佛经里面 讲的这个顺序有一点不一样 有些佛经里面呢 先是依法不依人 有些佛经里面呢 先是依依不依于 这个顺序不一样 但是内容都是一样的 四个四个四仪法那四个呢 首先是我们是按照这个大涅槃经的这个顺序讲 这个顺序讲的话 首先是以法不依人 第一个就是依法不依人 第二个就是依依不依于 也就是说就是依靠 比如说经典也好 论也好 就是依靠他的意思 不依靠他的这个语言 意不依于 然后呢 以止不依是 指挥的指 可以依靠指挥 智慧佛的这个真物的智慧 才是可以依靠的 才是可以相信的 也就是说智慧的 佛的智慧 所证悟的这个境界 这个是可以移植的 除了佛的这个境界以外 就不依是 是就是我们的八十六十 凡夫人呢 或者是等地菩萨也好 仪时 言而逼时 都是不依靠 都不能依靠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结论 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从生意地的角度 看的话 全部都是错误的 所以就是不依时 依直不依时 第三 第四就是 以料意经 不依不料意经 可以依靠料意的这个经点 不能依靠 不料意的经点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完全相信 完全相信 这个料意的经点 但是不可以相信 不料意的经点 就是这些 这四个叫做 这个四一发 那这四个的内容是非常广的 非常广 比如说 我们从这四局上面 这个延伸去讲的话 这里面就有这个内容 就是非常的丰富 首先呢 比如说 以法 不以人 什么是法 那法里面就有八万四千法门 全都这个一个字里面都包含 那什么是人 人的这个五云十二除十八戒 整个这个居士论的这个内容 也都在这个里面 那样子讲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广了 但是我们简单的讲 这四个 这四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很重要 我们去辨别这些佛经的正确或者不正确 当然佛经里面不会有一个错误 但是呢 也有一个这个不太符合真实情况的 那他为什么不符合真实情况 不符合真实情况也有理 也有原因的 也有原因的 这个不是因为佛不懂 不是因为佛说错或者是想错 这是有原因的 那他的原因是什么 了疑不了疑 了疑和不了疑的这个 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解定 了疑的定义是什么 不了疑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是在仙光庄严论啊 还有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庄严论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还有指和事 佛的知智慧和终生的这个实 八十什么样的差别 这个也有论典的说法 也有巧诀的说法 有很多 如果逛将的话 这个内容就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但是我们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首先讲什么呢 首先就讲 以法 这个不亦人 首先我们讲这个 以法不亦人 讲这个之前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法 什么是人 在这个地方 法指的是什么 人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以法 为什么不可以以这个人 首先要知道这个 这个对我们来说 就是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 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好 在我们的这个修行的问题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首先讲这个 以法不亦人 这个以法不亦人 就是有两种不同的 不同的意义 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个就是 佛经上的 这个内容 另外一个呢 论典上比较强调的这个内容 就有两种内容 这个 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从佛经来看 佛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经典来看 法是指的是什么呢 法就是指的是法心 法心是什么 法心就是空心如来藏 法就是一切法的本心 这个地方 法本来叫这个 法就是指的是法心 法心是不是法菩提心的法心 法心 法心是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法的本心 主法的本心 主法的本心又是什么 主法的本心就是空心 就是光明 主法的本心就是空心和光明的 这个结合体 那空心加光明等于是主法的本心 这个就是法 那法是什么呢 从佛经的这个角度看 法就是法心 主法的本心 这个是法 然后人是什么 人是从凡夫人到佛 佛陀之间的所有的人都叫做人 从佛经的角度看 从佛经的角度看 就是这样子 从凡夫人到这个到佛陀之间的所有的凡夫人 然后就是声问阿罗汉 然后圆觉菩萨 等地以上的菩萨 还有这个包括佛都叫做人 那这样子的话 依法不依人 那不依人的话 那佛也就是不依靠 佛也不能依靠 难道我们也可以不相信佛吗 这里不是说依法不依人 那就是不相信佛吗 那这个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人是什么 人就是无云的综合体 无云的综合体 包括佛从表面上看的话 佛也就是金帆王的太子 王子 那也就是一个人 人是什么 人就是血柔骨骼 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动物 就是人是这样子 尤其是从小乘佛教的 从小乘佛教的观点看的话 小乘佛教他认为 佛的身体也是有漏的 那就是有漏借库 凡是有漏的东西都是痛苦的 从小乘佛教的观点看 是这样子 如果从大乘佛法的观点看 不是这样子 但是从大乘佛法的观点看的话 佛我们平常 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佛是什么 佛就是在印度金刚作成佛 传法论法论的这个人 在我们心目当中 这个就是佛 这就是佛的花生 这个是佛的花生 那花生呢 他不是真正的佛 他不是真正的佛 就是佛为了读化终生 佛就是为了读化终生 在终生自己的这个福报 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就终生的这个面前呢 就是先显出一个这样子的人 实际上他不是佛了 那他是不是跟佛根本没有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因为佛在多世累劫当中 也就是三个无数的大劫当中 佛修心 积累了这个福灰自量 以后呢 佛成就了 佛成就了以后呢 这个这个时候 佛的所有的这个心愿 佛的所有的心愿 这个时候就已经圆满了 那佛的心愿是什么呢 佛的心愿就是 人云自称的独化终生 这个就是佛的这个心愿 佛的心愿在这个时候 已经成就了 一切都是圆满了 所以在我们终生面前呢 先签出来的这个释迦牟女佛 一个人的心事出现的这个佛 当然跟佛的法神也有关系 但是呢 他并不是佛的这个法神 报神都不是 他是佛的这个化神和报神的一种形象 他是一种佛的形象 并不是真正的佛 包括佛都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菩萨呀 然后这个声闻呢 那些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凡夫人就更不用说 凡夫人就是普通的终生 普通的终生和这个 施地菩萨以下的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身体就是人的身体 就是血肉组成的人的身体 那人的身体呢 就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苦敌 都是苦敌 都是优漏的 所以这个里面呢 没有什么可靠的 没有什么可靠的 所以这个佛 从佛境的角度来说 以法不予人 就是这样子 以法不予人 就是就告诉我们 不要认为 这个佛的 就传法论的这个佛 还有菩萨 还有这个声闻 这些是真正的佛呀 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呀 等等 告诉我们 他其实不是这样 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 一种这个现象 终生自己的福报 足够的时候 终生自己的这个福报 跟佛的这个原理 结合的时候呢 因为这两个的 迎渊赫赫的时候 显现出的一种佛的心象 佛的心象 包括佛都是这样 其他就不需要说了 那所以这个是 不是很可靠的东西 这个为什么不可靠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新的现象 新的现象 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 都是不可靠的 因为我们内心 根据这个内心的变化 而就变 所以这个是不可靠的 包括佛的这个花生 这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都是世俗底 都是世俗底 所有的世俗底都是如花如蒙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不可靠 唯一的能够可靠的是什么呢 从佛到这个普通的终生 之间的这些所有的人 以人为代表的所有终生的 心的本性 就是如来藏空性 唯一的这个才是可靠的 这就是可以可靠的 其余的都是野里的现象 这个野里当中呢 包含了山 恶的野里就是现现出地狱 出生等等 闪的野里就是现现出天人 菩萨 净土 茶土 等等 总而言之都是新的现象 都是随时都会有变化的东西 是无畅的东西 是入患入蒙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不可靠 在佛经里面强调的就是 就是这个 这叫做 以法不以人 是这个意思 佛经里面的意思 这个是第一个意思 然后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第二个意思呢 跟我们 我们对我们的修行 或者是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跟这个最有最需要的就是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在论典当中 论典当中这个比较强调的 那经典跟论典是不是矛盾了 也不是 但是强调的就不一样 经典当中 他强调的就是主要是法行 如来赃光明 然后呢 论典当中呢 他也不是不承认这个 但是呢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那这个地方 他强调的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从论典的角度去看的话 人是什么 人就是普通人 法是什么 法就是佛法 这个时候呢 法不禁是如来赃 不禁是空性 那法是什么呢 法这个时候呢 法教法和真法 教真两个都是 教就是所有这个佛经 所有的佛经 真我们都知道 真就是这个真无空性 还有不仅是真无空性 这个结丁毁 都叫做这个真法 结虽然不是 持结的结虽然不是 这个真无空性 不一定是真无空性 真无空性呢 也有结的成分 但是呢 他不一定是真无空性 但是呢 这个也属于是真法 持结 颤顶 知慧 都叫做真法 这个就叫做真法 然后呢 教法就是佛的 所有的这个 叫佛所有的这个 经典和论典 叫做这个 这个叫做法 论典里面一般 这个比较强调的 就是这个 那 以法 不以人 人就是 人就是 我们 普通的人 那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 相信什么 相信 我们要相信 佛法 可以依靠 完全可以依靠 佛法 但是 人 可不可以依靠呢 这个就是说 人就不一定了 不能依靠人 不能依靠人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善知识 善识 也是人 那样子的话 一方面就是非常强调 这个 贤宗 密宗的论典 都 尤其是 密法里面都非常 强调 善知识的 这个重要性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以法 不依人 那不依人的话 那 是不是 除了 释迦牟尼佛 作为我们的善知识 以外 凡是 人的身份 出现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善知识 是不是 不可靠 那就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疑问 你们肯定也有这样子的疑问 这个疑问 我们怎么样解决 这是 很重要了 尤其是 我们刚刚讲的 不依之人 不依 也不依靠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 为什么不依靠人呢 论典当中讲的是 什么样的意思呢 法就是佛法 只要什么样的人 能够说出 能够说出正法的话 那这个人的身份 现这个不重要 人的身份不重要 谁说的 这个是正法 这都是可以可靠的 都是可以用 可以相信的 什么样的这个人 什么样的这个身份 什么样的地位 都不重要 只要能够说出这个真法的 它是口里面 它口里面说出来的这个法 它是最重要 这个是可以 这个是可靠的 如果我们不依靠这个人说出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达成佛法 是不是符合这个佛的这个佛经 我们不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看这个人的身份 看这个人的身份 低微的高低 民企的大小 等等 就是时间的福报的大小等等 那样子 就是民企大一点的 或者是这个社会地位也好 我们这个佛教宗教的地位也好 高一点的人说出来的话 无论是符合不符合这个佛法 都不去都不去考虑 只要是这个人说出来了以后 我们认为这个是对的 然后就是没有身份 没有这个没有名气 没有低微的人说出来了 根本就不去考虑 他说的是不是真法 就是只要这种人说出来的话 都去否定 然后呢 就是另外那种人说出来的 都我们都去肯定 接受 这样子的话 这个叫做 以人不义法 这叫做以人不义法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是不对的 不能这样子 正法 法是最重要 法是最重要 人就不是 人的身份高低 这些都不重要了 法是最重要 谁能够讲出佛的意思 谁说的是真正的法 都可以接受了 谁说的这个不符合佛法 尤其是他们腔调的 尤其是大乘佛法 谁说的就是违背了大乘佛法的 不符合了大乘佛法的话 那这个人的这个身份地位 就不重要了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要考虑很多问题 这个时候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商事 说的法 说的话 他的要求 或者是他的这个教诲 跟佛法有很明显的冲突 如果有冲突的话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要站在那方面 站在那一个方面去这个看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去取舍 这个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取舍 这个很多人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了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这种问题 先不观察 盲目的去抑制上师 善知识 然后最后就是发现 善知识或者上师自身的这个行为 也有文体 但是最重要就是 他要求我们的这个要求里面就有很多 不如法的地方 尤其是违背大乘佛法的地方 违背大乘佛法是什么呢 违背大乘佛法就是 因为自始自离作为基础 然后就是安排我们 让我们去做很多这个时间法 这个就是这个违背大乘佛法的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已经违背了这个直响 这个表面上是已经违背了这个佛法了 那那个时候 这个我们去做还是不做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上师呀 尤其是这个也许是金刚上师 那金刚上师 说了呢 我们从这个弥法的角度来说呢 那他不是说不能违背金刚上师的这个教员吗 那从佛经 从这个佛的这个四个标准的角度看的话 那就是他凡是违背了这个大乘佛法的 无论是谁说了都不算 那这两个就不是有冲突 这个时候这个冲突怎么样去结局 我刚才说的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好 在我们的修行上面 就是这个是有就涉及到这个日常生活跟修行 很重要 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取舍 这个很多人都都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本来 迷法里面呢 我们刚刚讲的 是 讲这个金刚上师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 他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 在我们没有观察 还没有医治金刚上师的时候呢 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非常严格的去这个观察 方方面面的去观察 这个有没有他够不够资格 作为我们的这个金刚上师 具不具备这个金刚上师的标准 他是这样子要求我们 一定要这个去观察 不观察的话 在不观察盲目的情况下是 不允许 医治上师 这个是他的要求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什么要求呢 一旦这个医治了以后 医治的医治是什么意思呢 在戒律里面呢 小乘佛教的戒律里面 比如说 我要照一个我的医治上师 戒律里面有一个叫医治的这个上师 那他们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仪式 这个仪式 有一个衣柜 这个年三遍的话 然后他就成为我的医治上师 我从起以后就是他的医治的弟子 但是密法里面就不是这样 密法里面只要关了钉 或者是降了这个密法的徐补 或者降了密法的局体的窍诀修法 这样以后呢 不需要什么其他的仪式 就已经成为了这个金刚上师呀 或者是根本上师呀 这样子了 这个叫做医治 那医治了以后 自从医治了以后呢 无论是发现了再大的问题也好 就是心里面呢 就不能有 不能有这个不好的想法 这个是他的要求 但是我们这两个都没有做到 我们今天学密法的多数的局势 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做到 第一个要求怎么没有做到呢 第一个要求我们没有严格的去观察 根本没有去观察 没有去观察 在盲目不观察的这个情况下 去接受灌钉 接受密法呀 听密法的窍诀呀 等等等等 违背了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违背了这个密法的要求了 这个第一个 不但是第一个要求没有做好 第二个要求没有做 一旦这个抑制了上师以后呢 发现这个上师有问题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心里面立即就对上师 这个生气 生气这个堪法 有不好的堪法 不但是对上师 而且整个佛法 都有生气这个邪尖呢 或者是生气这个堪法 然后就是退失心心 这个都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上师 如果他的作风 他的行为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是他的问题啊 为什么要对佛法 失去信心呢 为什么要对密法 失去信心呢 他能够代表整个佛法吗 他能够代表整个这个密法吗 所有的学密人都是想他这样子 所有的学佛的人都是想他这样子 他这样子吗 包括释迦摩尼佛 包括霸达菩萨 都是他这样子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可以对他退失心心 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密法为什么要退失心心 佛法为什么要退失心心 这些都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非常这个愚蠢呢 在这个虽然是时间法上面呢 也有可能 有可能聪明 所谓的聪明 但是呢 在佛法因果的缺失方面呢 我们是非常非常愚昧的 为什么愚昧 因为我们没有系统的去学习 所以这个愚昧 这整个从头到尾 这全部整个过程 都是错误的过程 最后就是 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对整个佛法都没有信心了 这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你上师 他的这个行为部队 就对整个佛法都没有兴趣呢 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修行呢 有非常的关系 所以 比如说我们前行备忘录里面呢 他怎么讲的 如果抑制上师 抑制了以后呢 金刚上师抑制了以后呢 如果发现什么样的问题 要怎么样去看待 这个大家都清楚吧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 这个真的 这个 迷法的上师也好 谁也好 他的问题 他的这个行为上面 就是有严重的问题的话 这个信心 我信心就是生不起来 那信心是生不起来 这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这两个都是相对的 因为他的行为好 我的信心就是会忘生 如果别人再说 我都不相信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好 所以我有信心 那他的行为不如法 而且严重的违背大乘佛法的话 这两个也是关待的相对的 我的信心就是起不来 这个不能勉强 这个不能强迫 我怎么样去强迫自己 一定要生起信心呢 这个信心就是起不来 但是呢 起不来 信心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是 不要有这个邪见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 看呢 因为我自身 就是第一个 我没有做到这个迷法的要求 我就是在一个很盲目的 去移植了这个上师 这是一个我自身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个观点 有问题 我这个思考问题的这种方法 也许有问题 也许我自己的观点有问题 等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有这样子想 也许是我们的观点 也许不是我们的观点 也许是真正是他的问题 但是呢 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推路了 所以就这个时候只有 只有去说服自己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不要去再 再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了 这又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心不清净 然后我看到的都是不清净呢 如果我心清净的话 我怎么会有这个不清净的现象 八地菩萨有吗 佛有吗 都没有的 我有 我为什么有呢 因为我心不清净 这个时候呢 就是只有这样子 这样子可以 可以暂时 说服自己 把我的这些邪见呢 不好的看法呀 这些有可能可以压制 控制了 控制就好了 控制就好了 信心可能有可能 这个 有可能这个时候就很难 很难这个升起 信心 但是呢 对整个佛法呀 对整个这个密法呀 没有信心啊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自己的错误 这些都是大错特错 根本就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道理 这种人根本就没有 就是因为情绪化的问题了 因为他对他的伤势呀 或者对他的 对他的道友啊 就有看法 然后心里面不高兴 发情绪以后呢 然后就是把整个佛法呀 整个大乘佛法 整个所有人 都是看成这样子的人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自身的问题 逻辑上都已经有很大的 这个漏洞 这是说不通的 说不过去的 这样子是完全是错误 这是我们自己的不对 但是呢 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子 就是真正的上师的这个 要求跟佛法两个冲突的时候 这个冲突是有可能的 冲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设呢 我想啊 我在想 在一半的情况下 在一半的情况下 还是以佛的这个佛经的表准去做 佛告诉我们可以做的 去做 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 我们不做 在一半的情况下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是就上师要求我们这样子做 我们对上师不弃什么邪见 也许上师他只是有他自己的利用 也许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表面上 或者是暂时 我看这个是违背了大乘佛法的 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 他的结果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对佛法呀 对众生啊 有可能这个后面有可能有很好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我是看不出来的 我书母村广 看不出来 但是呢 因为这个过程啊 都已经很严重的这个违背了大乘佛法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回避 暂时可以回避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 佛经上有些时候也会投入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可以 一半的情况 我说的一半的情况是什么呢 一半的情况就是一半的善知识 一半的普通的善识 就我还没有 我承认他是一个善知识或者善识 但是呢 我还不能确定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成就者 不说成就者 但是呢 也是一个修行很不错的人 至少这个一定会有这个 不造作的菩提心以上的人 我还不确定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 这个根据这个佛的 这个教会去做 佛的这个 佛的要求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不要超过这个标准 这样子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上升呢 真正的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成就者 公认的 或者是我自己有非常非常这个 证据 这个人就是真正的这个成就者 像过去的这些这个成就者一样 真正的这个成就者的话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说的他当下的这个要求跟佛的 佛经的意思 要求是违背了 但是我还是找上师的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确定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 这样子的话 他永远都不会说出这个真正 违背这个佛的要求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我很相信 我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个标面上 就是已经冲突了 但是呢我相信啊 这样子去做的话 在这个之后 果成是对佛的这个标准 佛的要求是冲突的 但是这个结果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这个对佛的这个 以此冲突的 所以我还是要找上师的去做 这样子 这个是有啊 这个不需要什么疑问 这个是有有公安的 那 那若巴 跟这个迪罗巴 他们两个这个使徒 两个的这个专辑当中啊 有啊 那若巴就是让这个迪罗巴 那就让那若巴去偷东西 他都去偷了 那偷就是杀到阴王里面的刀 那若巴那个时候是一个那么成就 那么有名声的一个一个比丘 一个修行人 一个而且是有一个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班次党 他去偷一点点那些农民吃过的粥 一万周 那这个就 这个上师他就不可能让他啊 无缘无故 不可能让他去做一些这么啊 低俗的东西啊 行为 所以这个是一定会有啊 这个一定会有这个意义 所以我虽然是啊 虽然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这个违背了 但是呢 我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呢 也没有什么要 一定要去违背佛的这个 这个要求啊 这样子的意思 我没有 我是就是为了上师 我觉得上师说的啊 最后一定会是佛的这个 要求是医治的 这个是肯定 所以我去做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经常都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这种人不是很多 这种人不是很多 像法王如意宝这样子 我们绝对可以这样子 但是在一半的这个善知识啊 一半的普通的善知识啊 当然啊 普通的善知识 到底是不是善知识 到底是 到底是不是普通的 到底是不是这个成就者 这个我们很不好把握 嗯 但是呢 这些都是啊 都是我们就只有啊 只有只有就是大家啊 怎么认为就就就就就 暂时就只有这样子成了 就没有办法了 那在一半的人 比如说啊 一个普通的人 所谓的这个活佛 比如说他自称是一个很大 很很大的这个活佛的专事啊 或者是成就制啊 现在这个空心目也来了 空心目啊 等等自称是这样子 曾经也给我观过定 穿过一些发 嗯 但是呢 我也不确定他真正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成就者 真正的瑜伽师 真正的这个活佛 真正的空心目啊 我不知道 嗯 他虽然是给我关了定 虽然是我的伤势啊 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否定了 但是呢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正的这些啊 在这个时候呢 啊 我们还是要小心点啊 我们还是不要去违背 做这些 不要去做这些 违背佛的这个啊 佛的要求的这些事情 我还是不做 嗯 我想可以这样啊 可以这样子 嗯 这个叫做 以法啊 不宜人 在这个时候 我实际上我在实行啊 佛的要求 我以法 我不宜人 嗯 但是呢 真正的这个啊 我们刚刚讲到的 真正的这个上师啊 啊 真正的这个成就者 嗯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也说 我以法不宜人啊 这就就有点不对了 嗯 嗯 一直上是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啊 比如说 我能够确定这个上师 真正的成就者 啊 啊 真正的成就者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国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 庆祝佛诞节慈悲智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 恭送玉佛功德经 佛遗教三经 即佛浅大供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日期5月6日 星期五 时间上午9点 玉佛功德经 下午1点半 佛遗教三经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法会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5月7日 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逢农历初一 5月1号 5月30号 15 5月15号 时间下午2点 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 永康区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意 共募福恩 避免信众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福恩 加入分会 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接会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4392-663 governing sa-nye-corpor-ngin-sukro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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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